缝针后 苏小璐打开一个大罐子 从里面挖出了一坨褐色的膏药敷在伤口上 然后用纱布包扎好 等苏小璐全部做好 已经快两个时辰了 苏小璐取了针 平安郡主开始隐约觉得痛 郡主 取针之后会有痛感 这是正常的 但有个一两天就恢复了 好 谢谢苏大夫 苏小璐把药膏拿给平安郡主看 这个药膏你记得天天付药 等伤口好了之后每天擦一层就行 方便的话就包扎起来一天一次 不包扎的话那就擦薄一些 一天擦三次 你的情况比较严重 想要根治付药最快都得半年 尽量要多付几个月 你女儿付药四个月就可以了 这个药量足够你们母女用的治好了 苏小璐将医药箱的另外几个大罐子爆了出来 这些药都是她给平安郡主母女准备的 小璐不会长留在京城 所以把药都准备足了 平安郡主把衣服穿好 她认真地记下来道谢 让丫鬟把女儿抱来了 她亲自给女儿付药 认真地询问苏小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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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